所以我覺得 人本基金會的人 他們說得非常重 他說他處理硝原信心案十幾年 這是他看過 沒有一個縣市政府 像台中市政府 擺爛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會讓一個 其實根本就是超越藍綠 跟醫師形態的一些組織 去這麼高度的關係 而且講說這麼重的話 盧秀燕 他現在其實背負了 那麼大的一個責任 他掩蓋事實的一個真面目的話 也被我們所揭發 這個校長很恐怖 他當校長 他被揭發 他還去騷擾那個被他傷害的 學生的家長 怎麼這樣子膽大妄為 可是我很快補充一個 這重點是什麼 因為這發生在二十五年前 其實盧秀燕 好好的去查 這是傷不到他的 跟他沒關係 他為什麼態度這麼消極 那為什麼不做 就是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所以他懷疑說 是不是這個校長 跟你是有關係的 你其實是他的靠山 或者說你的市政府 盧氏府就習慣性的不作為 不作為了 所以才都不理這個A女的訴求 都不回答 想要拖一拖時間 就拖過去 一直到民運黨團開的記者會 到議員在議會質詢 交易局才又做了一個動作 發一個新聞稿 說我們有認真在處理 在詢問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又做一個動作 去做告發 結果告發之後 就是叫法治局出來 這是最可惡 為什麼 他叫法治局長長出來 是因為法治局長 當然覺得法律專業 所以法治局長講的 大家就信了 他用這樣子的方式 是要去引導社會大眾 去相信市政府 沒有去調查 但是告發這件事是對的 但這個法治局長是說謊的 那超過二十五年了 超過二十年追溯的事情 這就有點像剛剛朗東所提到 就很像恩恩案 你也是在操作一個方向 他假裝送給司法 由司法來判斷 根本就是騙人 侯友宜也說這個給司法調查 然後他也是做這件事情 問題是侯友宜 恩恩案是你自己造成的 而這個事情發生在二十五年前 你好好查 有很困難嗎 他們不能用司法兩個字 這個假象來推卸責任 還做出一副正義死者的樣子 其實是正義模仁嘛 對不對 這個案子 對於很多臺中的學生的家長來講 二十五年 他教了那麼多的學生 還普查 普查你是要怎麼樣 要去幫人家保護人家隱私 對不對 普查他教過的學生 這個普查這件事情 是一種最高招的政治騙數 因為要普查說 這個事情我處理了 我現在發信件 給當時的學生 然後都沒有人回答 我要說一句話 這個事情 你是要發給多少學生 因為你知道前面的學姐的案例 是大他大概兩三屆 後面的C女是什麼 小這個A女六屆 這個時間一加起來 你知道有多久嗎 九年時間 那中間還沒有其他人 還真不知道 所以他的方案絕對不是之一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你瞭解這個情形 你可以知道這個A女心中有多痛 因為他到了高中的時候 當時這個還是老師 那還繼續打電話 跟他說 我們跟你約出來喝咖啡 喝咖啡目的是什麼 要開房間 然後到大學的時候 他開始要交男朋友的時候 他還恐嚇他說 你不能交朋友 還打電話到家裡面說 他大學都不念書 去交男朋友 你覺得這種老師是老師嗎 狼情獸 但我覺得最恐怖的事情是什麼 A女講過一段故事 我們做父母親 我相信他爸媽一定很痛苦 他說他們去參加畢業旅行 然後這個黃老師還帶著他的太太跟小孩 同樣參加這個畢業旅行 你知道做什麼事情嗎 他安撫他太太跟小孩之後 他又跑到那個飯店 去對這個A女又性情 簡直是可惡自己 這些故事 如果你今天是個媽媽市長 你看到這些內容的時候 你不會拍桌子生氣 立刻全部調查 一般我們在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把這新聞公布出來 就有一個專業電話 而且去知道 從一個去了解其他有沒有 這事情的發生 你怎麼可能四月到現在八月 把這麼 這些事情已經拖了四個月 而且你還可以放任 這個校長 那個電話現在還在騷擾人家的 他那個一串電話 一串電話 你不接我繼續打 繼續打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讓這個A女最 最生氣的地方事情是 他這幾年 平步青雲 換了一個學校 又到了另外一個學校 到了一個另外一個學校 繼續到另外一個校 還當上校長 對 繼續當校長 而且學校越來越大 那當然這問題 你要講清楚 到底他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能耐 他是怎麼樣上下都給你高官好 要不然他怎麼隨時都可以調到 這個好的學校 顯然他真的政治背景應該不錯 對 一路升官 所以這個事情是整個教育體系 必須去理解 而且他的名字應該被空佈才對吧 要不然家長怎麼知道 我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是這個人 今天我們還有一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那個盧秀燕要知道 因為當時這番這事情的時候 教育局已經告訴這個 這個校長說 剛剛已經有講 那個有稍微提到 就是說你不准再出席了 你知道他多膽大妄為 你叫我不出席 他依舊在所有的什麼學校典禮 大喇喇的出現 一副就是你盧市長奈我無何 怎麼會你可以放縱你的校長到這個程度 那你想看 很多在地的學生 他換了很多學校 很多的父母親會思考一件事 我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只要有人知道 先因為這個黃老三 沒有非常確定到誰 但是很多的父母親會想一句話 那我的女兒 如果他招聖執業的 所以你們市議員要想辦法 現在台中的家長有惶恐 我怎麼知道這個校長是誰 這個姓黃是誰 也是房思琦 他教過了哪些學校 那教了多少學生 那我的女兒有沒有在裡面 還有補習班 像這種性侵得逞的老師 他技巧非常熟練 受害者絕對不是三個 我認為這受害者 一定超過你想像的 所以盧秀燕可以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嗎 這個顯然你們議員 要繼續來追這個案子 好 我們最後要談一下 這個對於防守我們的 這個金門的很多的士官兵來講 也是一個必須有一個 準確的指示的一個回應 因為他們的中共的無人機又來了 再加上中國的時候 還漂了兩個人 還來這個金門 到底中共是在做什麼騷擾戰呢 我們來看最新的報導 畫面中戰燒官兵頭看向天空 發現異狀後立刻戴上口罩 手持無限點通報 其他人也紛紛動起來 中國無人機在陸陸經過立島空域 這回是金門烈雨本島的據點 陸前影片在網路瘋狂轉發 除了拍下官兵執行狀況 還拍攝碉堡位置 布告來魚島上地圖 刺探軍情意味濃厚 但官兵只有發射信號彈驅離 連同先前二丹島也只有丟石頭 軍方的回應讓網友無法接受 直指軍事地區本來就不該允許無人機使用 不管哪一方都要先擊落 事情都幾天了 國防部反映在哪裡 國不像國防也不防 台灣還有國防部嗎 立委羅志正也主張 既然是無人機就沒有人的問題 必要是可以擊落 立委王定宇向軍方献策 驅離迫降 截斷訊號打下來都是因應方法之一 造成我們在軍事上國防上跟國安的疑慮 所以我們非常支持軍方要有更積極的作為 這樣的作為不管我們要把它稱之為予以擊落 還是我們要用科技的方法讓它失去功能 我想都是必須做的 因為它已經進入到我們的領空 而且在實質上的進行對我們的軍事基地來進行拍攝 這樣的作法是零容忍 各界炮聲隆隆 軍方含話將採取驅離等應付手段 同時國防部也編列五年四十三億預算 採購中科院的遙控無人機防禦系統 2023年開始將陸續獲得五套系統與232把干擾槍 並拍板優先給外離島部隊使用 中方用無人機遊走灰色地帶 試探我軍反應與底線 軍方被動承受不出聲 只會被中國與取與求 好這請教這個議員 我看到其實有一些賴的群組 我的朋友就賴給我好生氣喔 我覺得他們幹嘛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有人認為軍防部不夠強勢 然後也有人認為 老共這樣調戲我們的這個士兵們 尤其駐守前線的 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 怎麼辦 沒有錯啦 事實上這段期間 很多人很憤怒 也不斷地透過臉書或LINE去告訴我說 這無人機就把他打下來嘛 這個對我們有什麼困難的 阿兵哥的手槍 這個步槍拿出來 管他什麼無人機又不會傷到人 那我我也是很生氣 我覺得中國這個就這擺明就是在挑釁 但是這個挑釁背後他的動機是什麼 是不是要創造衝突點 把無人機打下來會變成戰爭嗎 中國 中國他一定會擴大 他一定會擴大創造衝突 就是一個衝突點 那我覺得在我們現在當然還是設一個底線 那一個底線 如果他們超過的話 我覺得該打下來就是會打下來 所謂叫做趕不走就積落是什麼意思 當然就是說有一個底線 如果他們這無人機 真的要進入到什麼程度 就一定會打下來 但是我想蔡總統 他到目前他的一個領導風格 他之所以會被全世界去稱讚說 他是習近平最難纏的一個對手 就是蔡總統 事實上他善於忍耐 那這個忍耐並不是說 我們要屈公卑鄙 我們對於中國這個 這個這樣的一個不合理的作為 我們也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總是在這個時機眼說 為什麼會有密集的無人機 想要去進入我們的禁區 甚至去做這些拍攝的行為 他正在故意騷擾 那是不是在創造衝突點的這件事情上 我們必須要去觀察 但是如果沒有機器作為的話 對我們的士兵 這個人民來講的士氣會有影響 至於二十七號早上 小金門那裡有發現兩個自稱 是從對岸廈門飄來的漁民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想這個來 這個要調查 這個說他是飄流來 然後受傷受到影響 那我覺得之後一定會 國安大會對這兩個人 會做清楚的一個調查 一下無人機來一下漁民來 無人機還說是民用的 但是人家美國就大啦啦的派兩個巡洋艦 過來了 所以說中國就靠小動作 美國巡洋艦開了 他也不敢坑一聲 他就只好做這些小動作 那看我們臺灣的反應怎樣 所以我們現在 我覺得習近平現在還是覺得 蔡英文就是難產 所以他只能靠這些小動作 張委員你們夏令元不是去了嗎 去了回來也沒用 還不是照樣干擾我們 你說漁民啊 沒有啊 他那個小無人機 而且他那個架次 你看二十八號就有 共艦八艘 共機二十三架次 七架次逾越海峽中線 三架次侵擾西南海域 夏令元不是去跟他們說了嗎 我想老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這攻擊跟這種軍艦 在台海中間不斷超越了這種情形 老實講每天都有 但有什麼用 人家美國的巡洋艦 監管你台灣海峽 你又不敢打他 現在美國巡洋艦過去 放在前兩天 我印象中 美國的一個偵察機 也有針對這個所謂 國際的這個領空通航權 他有經過台海中線 那也被這個 他也不敢去打他呀 所以他就是個子老虎 所以其實你會變成 就像一個那個小雞博弈一樣 兩個要面面互撞之後 看誰先轉彎嘛 那如果美國加強力道 派更多的軍艦或軍機出來的話 請問老公你要怎麼辦 那到時候都要看破手腳嗎 所以我會覺得 這其實是個蠻危險的 那最後再講一下這個無人機的事情 老實講我覺得無人機 一定要有個準則 放到大陸的這樣子一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民間的視頻上來看 大家會覺得說 台灣的國軍怎麼樣 他就是戲弄這個 汙名化我們的那個天線的 對 所以包含現在43億 這預算這個遙控無人機的防禦系統 我覺得應該趕快盡快補充 因為還在買還沒到貨 我覺得已經瀕臨沉下 其實有些應變的措施 包含你都什麼 這裡的貨幻貫 其實就有很多的 是對